釣客正在岸邊垂吊 釣竿突然被強大拉力 扯到變形 大魚上鉤 釣客連忙蹲馬步 往後大步跳 我剛親眼看到他翻身 我怕他耳丟下去 他就吹走了 我連錄影都還沒開始錄 拉了老半天 銀白色魚影 漸漸浮上水面 釣客廢了救牛二虎之力 總算把大魚拉上岸 這才是真的 好不好 釣到近億人高的銀白色大魚 釣客們卻越歡呼 還把整個過程剖上網 但這畫面卻讓潛水客氣炸了 因為這鮪魚其實是肯定 後壁湖潛水區的漁明星阿牛 來到後壁湖潛水 除了體驗海中美景 可愛的阿牛也會主動過來打招呼 身長1.6米的阿牛 是非保育類牛港騷 因為特別親人 成了潛水客爭相目睹的明星魚 創造觀光產值超過2500萬元 如今卻命喪釣客手下 讓潛水客們萬喜不已 每個潛水的人下去 他都過來跟你繞一下繞一下 像家裡的小狗一樣 如果是的話就會很傷心 但更可惡的是阿牛明明生長 在禁止釣魚的後壁湖魚港中 這些釣客卻明目張膽 違法垂釣 害死阿牛 也讓屏東縣府動員氣兇 我沒有釣 我是在那邊把耳放下去 結果魚就來了 所以這個是不好示範 這個我承認 但是我原意不是要在那邊釣魚 70元一公斤 然後總重量是34公斤 所以總金額是2380元 在港口違法垂釣 觸犯漁港法 最高可處十五萬元罰還 縣府將要依照影片內容 追查釣客身份 祭出重罰 遏止外風 記者 張春華 頻道報導